这个扇面呢是清代画家虚骨的 然后呢这是虚骨非常典型的一种作品 然后因为虚骨它最喜欢画的题材 除了山水之外 就是这些咱们在生活中很常见到的东西 包括刮果蔬菜 然后还有非常小的小动物 或者是小的鸟类之类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从整体的颜色上来讲 它非常的淡雅 无论是粉色蓝色还是橘黄色黄色 它虽然整体上看起来五彩斑斓 但是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俗艳 而让人觉得十分雅致 这个呢其实是与它的个人经历 也会有一些关系 虚骨它本名是叫朱怀仁 它在早年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清朝的军队 然后去抗击太平天国 然后后来之后 它退伍之后 就是出家为僧 所以后来它整个的作品 都会有一种比较初始 而比较清高的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用笔 就是欣赏虚骨的作品 可以有三个要领 叫做真舍质 什么叫做真呢 一个是它画的东西 其实可以是一种比较现实主义的方法 所以它的从 从它对事物的描绘上 都可以看出来 它对生活的观察入微 但它同时呢又加入了很多 自己主观上的夸张的手法 包括可以看到它对一些刮骨 还有就是小动物 会做一些变形的处理 这都是它就是非常自由的一种发挥 那么这是真的方面 舍的方面呢 是说它的整体的风格非常的简洁 然后包括它大片的留白 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在这个最中心的位置上 这都是它非常大胆的取舍的一个方面 然后直是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它的用笔上可以看到它的笔触 是见方见直 然后是非常见棱见脚的 但是整体上又会给人一种非常圆润的感觉 比如说咱们看那个松鼠 松鼠的眼睛是它的点睛之笔 让我们觉得这个松鼠真的是栩栩如生 仿佛就是在动一样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松鼠的每一个这个毛发 然后这一笔一笔都能看得清楚 然后整体有种毛茸茸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笔一笔带着空隙这样画出来的 然后呢这上面有两方印 都是虚骨的前印 一个是虚骨 还有一个是三十七封草堂 然后这个这个题字写的是这个题字呢写的是华昌仁凶大人主 庚臣大汗虚骨 然后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善念呢是送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华昌的 然后是在庚臣年庚臣年纪是1880年左右 然后他和任伯年蒲华还有吴昌说四个人并称为清末的海派四姐 所以对他们四个人的风格各异 然后虚骨主要来讲的话 它是肤色以淡彩为主 然后整个风格非常的冷俏清晴 眷雅鲜活 是这样 然后他虚骨传世的作品不太多 因为他个人的性格比较孤傲 所以就是所谓非相处情深者不能得气骗者 因此像这样的品相非常蛮好的作品也是非常难得一件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